美國新疾西州聯邦參議員羅伯特梅亂德志 星期三以腐敗罪名受到起訴 這位民主黨高層人士誓言要洗冊對他的指控 梅亂德志星期三晚上對記者說 他最終會獲得平反 他還向他的支持者打氣 梅亂德志說 這個並不意味著他的政治生涯會結束 新疾西州大陪審團確定 梅亂德志接受佛羅里達州眼科醫生所羅門·麥爾根的禮物 並且以動用參議員的權力作為回報 滿足麅亂德志財務和個人方面的利益 美國司法部表示 梅亂德志接受的麥爾根價值100萬美元的豪華禮品以及競選獻金 在處理麥爾根價值數千萬美元的醫療帳單9分問題上施加影響 作詞人和諳不能達知 感谢观看